好 第四季我們看一下 他說 A 個方陣 B 個方陣 那他滿足了 AX 等於 B 還有 YA 等於 B 請求出 X 等於 多少 好 這就能算 這給你們觀察一下 差什麼特性 你覺得 這怎麼辦啊 這個 怎麼想 第二季 在第一 三 第四季的都不行 第四季怎麼想 看起來好像很軟對不對 其實還好啦 你看一下嗎 看這邊 如果 AX 等於 B 的話 請問說求 X 嗎 你就把 A 移過來就好了 所以請問你 X 等於 X 是不是變成 A 的負力乘上 B 大家記住喔 當你把它移過來之後啊 還是一樣喔 在 B 的前面 你不能放在 B 的後面喔 乾脆喔 然後這個呢 剛好反過來 當我告訴你說 YA 等於 B 的時候 你把 A 移過來 所以你的 Y 等於 B 應該是 B A 的負力乘上 B 這樣才對 你的 A 的負力不可以放前面 這樣看懂嗎 會啦喔 所以看不管哪個結果 關鍵就是在 A 的負力 所以你把 A 的負力算出來 因為 B 不用動 B 都是 原來這個數字就好 所以請問你 A 的負力點多少 A 的反矩正 是不是就等於四減掉六分之一 然後呢 四一二三變號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 三分之一 呃 負一 額 對不起 負二才對 負二 一 二分之三 還有 二分之負一 會啦齁 好 那後面就好犯事啊 好不好 所以 x 的這兩相乘就等於 -21 3 2分之負1乘上 b b 就是 2 2 1 6 3 就答案 所以答案給你 答案是 2 1 0 2 1 0 ok 然後 y 的話也是一樣的狀況 y 等 b 就是 2 1 6 3 乘上 a 乘上是負2 1 2分之3 2分之負1 分出來解骨 答案呢 這個比較稠一點點 答案是 2 分之負5 2 分之3 還有 2 分之負15 跟 2 分之9 ok 好 這裡把它算一下 看答案對不對